你好,歡迎收看4月1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我是呂慧 為了讓客家文化可以傳承並且發揚光大 花蓮縣客屬會理事長鄧菊妹 近日拜會了縣長徐正偉 他暢談了客家文化發展、文物保存等議題 雙方取得高度共識 期許透過成立縣客屬會青年組 來吸引客家青年加入各個客屬分會 讓客家文化綿延不朽 為了讓客家文化能夠傳承並發揚光大 花蓮縣客屬會理事長鄧菊妹 常務理事及各分會會長 近日拜會花蓮縣長徐正偉 客家事務處長彭偉族等人 暢談客家文化發展、文物保存等議題 並取得高度共識 期許透過成立縣客屬會青年組 吸引客家青年加入各客屬分會 讓客家文化延綿不朽 鄧菊妹感謝縣長支持客屬會活動 讓客家文化傳承不中斷 在前縣長任內成立客家事務處 展現重視客家文化的決心 客家文化及語言的傳承 有賴於日常生活的養成 每天學習一句客語 日積月累將非常可觀 縣客屬會及分會 將持續招募客家青年 推動世代傳承 一個族群要消失 從文化就可以讓它不見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 也非常期待我們的鄧菊妹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十三鄉鎮的 我們各分會的會長 能夠對於我們客家文化 能夠真的把他延續下去 徐真偉表示 鄧菊妹市長和各分會會長 凝聚各地區客家族群的力量 促進客家文化的永續發展與傳承 期盼透過影音、歌謠、洗澡傳承 將客語文化系統性保存 縣府允諾未來客家事務處 將持續爭取華東基金 辦理華聯縣眾股客家文化拓延計畫 推動客家影音製作及文化訪查 此外將推展客家文物 給予鹽保存並配合志工導覽 讓民眾認識接近客家深厚的文化底蘊 記者長邦彥華聯絲報導